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来到湖北瑞士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建海 大家好 我是胖胖 胖胖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资深团长 乐天派健康达人 实力派演员 主持人 我是洪洋 今天也是跟着我们专家 还有大家伙一起来学习更多的中医养生知识 洪洋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活力担当 实力派演员 主持人 看饮食养生会做自己的宝年衣 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胖姐 饮食养生会爱问团阅力担当 老年养生代表 老年之友 大家知道名以食为天 不知道说到饮食 大家在生活当中觉得什么食物最鲜呢 海鲜 鲜美的鲜 海鲜呢 海鲜 我是大海的儿子 是吗 生在海边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 最鲜的食物那就必须是海鲜 所以吃哪道海鲜呢 虾 蟹 豆艾 好 她觉得海鲜是最鲜的 洪姐 您觉得呢 我觉得咱不老吃第三鲜嘛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素三鲜也很鲜的 哎呀 看来大家对于鲜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想到本质 鲜字怎么写 咬文嚼子鱼羊加起来才鲜 所以说鲜美一定是有鱼肉啊 羊肉啊 哇塞 那个味道一想想就要流口水了 鱼羊为鲜眼 是吧 的的确确生活当中 您觉得鲜美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呢在中医饮食养生当中讲到一点 就是四条腿不如两条腿的 两条腿 两条腿不如 一条腿 大家所知道的一条腿的有什么呀 这是蘑菇 蘑菇菌类是不是 就是它是一条腿的 因为有道是宁可食物肉不可食物菇 所以说菇类菌类食物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关注一下 也非常鲜美 没错 究竟怎么个鲜美法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 我们请出一位专家来为您答应解惑 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何丽老师 有请 欢迎您去锁定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本来没有白云山妇方单身研究中心冠名播出 白云山妇方单身研究中心 关注老年痴呆症 呵护心脑健康 再次欢迎何老师 何老师非常喜欢吃蘑菇 喜欢吃菌类 那您跟我们讲一讲到底这菌类里边 它富含什么样的营养啊 营养那就多了 去了 你看看我们一般来说这个食品 或者说这个食物是不是营养 是不是营养价值高 主要看它有 你看有什么呀 有什么 碳水化合物 脂肪蛋白质是吧 对的 还有维层素 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 还有充足的水分 那么蘑菇里 新鲜的蘑菇里 这些成分它都有 而且它最最最最有名的 就是说干的也好 湿的也好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 这是统一的好多的植物类食物都有的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 它有不容性的 可容性的都有 这个特别好 待会我要讲到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推崇的 蘑菇里有什么营养成分 什么 多糖 多糖 对 就是菌菇多糖 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 它有糖内吧 糖内包括单糖和双糖 还有寡糖 还有多糖 多糖就是有好多葡萄糖分子 聚合在一起 它就不是普通的葡萄糖了 它就叫多糖 它有好多的功效 比方说有皮脂免疫力的作用 就是增加你的免疫力 增加你的这个抵抗能力 像香菇多糖 是我们最早研究的 菌菇类多糖 后来发现它有一个 神奇的功效 有这个 抗癌是吧 对对对 我还没说 你看它就贵 我就记得 所以这玩意儿 卖得挺贵 现在 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里面 都有添加香菇多糖的成分 所以你们说这个多糖好不好 就菌菇多糖 特别的好 香菇多糖真的还是蛮好的 还就可以提升人的免疫力 除了您所说的这些营养素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真的 蘑菇里面 尤其是新鲜蘑菇里面 很多的蘑菇里面 都含有很高的甲元素 有些蘑菇里面 钙元素含量也不低 还有些锡元素也不低 还有一些文森素 那当然有了 比方颜色鲜蘑的蘑菇里面 它可能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的成分 我们现在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常吃到的菌类有哪些 蘑菇 香菇 苹菇 猴头菇 我知道冬虫夏 松茸 松茸 好 胖姐 鸡粽 对 鸡粽 就是云南的那个特产 那个鸡粽是吧 对 鸡粽 对 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名贵的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是什么 我知道最名贵的就是 还有鸡油菌 鸡油菌我们知道 松茸 还有鹅蛋菌 对 松茸也是 还有什么叫老虎的虎 虎掌菌 就掌 手掌的老虎掌菌 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 总之它这个蘑菇的种类 是太多太多了 世界上有三万六千多种蘑菇 但是有些能吃 有些不能吃 我们今天讲的是 鲜 对不对 就是要吃嘛 那么怎么样吃 那跟什么搭在一起吃 哪些搭在一起好吃 哪些搭在一起不适合吃 我们老师也准备了很多军类 让我们一起来挑选 一起来判断一下 好 有请 那现在呢我们眼前全是蘑菇了 那究竟是什么蘑菇 哪个蘑菇柜 哪个蘑菇更加清明 我们来一一的来看一看 这边其实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 比较常使用到的 常见的啊 这个就不用说了 香菇 而且是新鲜的香菇 没错 这个呢是 平菇 平菇 这个你闻英文先闻一下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呀 哦这个看起来 哎真的 好像要它一样 很香耶 像牛肉干 像牛肉干 哦是的 像牛肉干 真的像牛肉干 像牛肝菌 哦牛肝菌 牛肝菌 牛肝菌 这个大家经常吃到的 蘑菇 我们南方就叫 蘑菇 白蘑菇 白色的蘑菇 又叫口蘑 新鲜的口蘑 对 这个杏鲍菇你知道了 这是金针菇 这个不 准确的讲 不叫金针菇 这叫银针菇 哦 我知道您说的金针菇 它的那个头 其实就像这个 金针菇的 哎 就像这个 对对对对 茶树菇的那个头是金针菇 那个才叫 如果是白的 我们就叫银针菇 其实是一类啊 哦 哦 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 金针菇 这几个也说了 胖胖 这是在你们重庆那里 这个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我们四川啊 重庆一带特产的 这个叫做竹孙 嗯 其实也就是近些年 我觉得人们才开始吃它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哎这也是一种菌类吗 是的 对 它是一种 不像啊 它这个跟这个有样子 它不一样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有裙子 那根据这个裙子的长呢 有长裙的竹孙 短裙的 还根据这个托不一样 分配有鸡托有好几种 哦 对 这个就是裙子 哦 长起来 它是长的时候在外边的对 但是我跟你说 胖胖 你小时候没吃过 但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 几乎是一个 跟人生相媲美的一个东西 很贵的 太能搞 哎 我要说您那个年代 现在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啊 也不便宜啊 贵啊竹孙 哦 好 那这就是竹孙 它也是我们常使用的一种菌类 那么旁边还有一个 这个 让我们一样的判断一下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 你看长得这么多毛 有点像什么呀 摸摸 像不像那个 启文大圣啊 哦 像猴子头 哎呀 猴子 猴子 哦 这就是猴头菇 哎 那这这里边最最名贵的是 你猜呀 你猜 猜 猜 竹孙还是这个牛肝菌呢 你猜啊 你猜 我估计 嗯 好像 嗯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好像也不便宜 好 胖宝觉得是猴头菇 那我觉得是牛肝菌吧 牛肝菌 弘扬 选择 胖姐 您觉得 我 我觉得竹孙 好 老师您给我们判断一下 我觉得他们三都输得比较对 因为像猴肝菌 还有这个猴头菇 还有这个竹孙 都是算比较名贵的菌类了 像这个呢 可能就是家常的 吃得比较多的 对 养生小提示 蘑菇是个大家族 世界上有三万六千多种蘑菇 何老师告诉我们 蘑菇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和膳食纤维 此外 富含甲钙锡等矿物质 有预防高血压补钙的功效 此外 蘑菇里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菌菇多糖 研究表明 菌菇多糖有着提高免疫力 抗癌的作用 蘑菇鲜美又营养 那么多种类的蘑菇 到底应该怎么吃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平常您一般是选择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来做不同的这种菌类菜呢 其实我可以说说我自己的方法吧 你说小菇要先说 香菇呢 我一般会干的用来烧红烧肉或者排骨 就跟肉在一起 炖鸡也可以 炖鸡也行 像这个新鲜的蘑菇呢 用来炒腩肉片 或者平菇肉片汤 这个牛肝菇我没有自己做过 这个呢也是切片之后炒肉对吧 这个用来做汤啊烧啊 这个烧烤 对烧烤啊 火锅啊 金针菇 茶树菇 用来做干锅 这个用来涮火锅 就是清汤火锅涮一涮就可以吃了 开汤也可以 开汤也可以 那个不会吃吧 火头菇没吃过 火头菇没吃过 老师 您来总结一下 其实这个我们会吃的最多的 就是香菇菜心是吧 实际上我经常会把这个 切成小锡片 木耳和这个菇都放里面 还有加上洋葱啊 白萝卜丝红萝卜丝 还再加上一个萝卜丝啊 啊 树草的这个好吃 这个啊 对这个 对这个香菇 对香菇啊 这个瓶膜呢 它是老百姓 特别见得多的 是我们的家常菜 很大众化的 很大众化 这个呢 它本身味道不是特别明显 它不抢味 叫板栗白菜很好吃的 对 颜色也很好看 草子吃它会出汤 所以呢 你就有一点点勾芡 放在那儿嫩肉片 对 非常的好吃 这个呢 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充分地泡花 洗干净泡花以后 最后那点水啊 我都舍不得扔 就洗干净后水 放到汤里边 这个也是很好的 好 口模 口模呢 这个呢 就是说 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叫口模吧 都认为它是在张家口出产的 实际上不是 它的老家产自内蒙古大草原 只是张家口 只是一个集散地而已 对对对 这个蘑菇真的也非常好吃 你看跟别的菇比 你看跟这种菇 跟这种菇比 西餐用的比较多 对 它其实也可以生吃的 可以生吃吗 切片它可以生吃 而且它的肉很厚 而且现在我们有时候去吃烧烤 就把这个蘑菇呢 它会出汤 倒过来 直接烤 什么调料都不用化 鲜美的汤出来 然后它就有很多汤 就这片汤和蘑菇一口吃下去 对的确是这样的 它其实不用什么油盐 它这么吃都 对 非常的好吃 很鲜美 这个就更多了 一般素草荤荤草都可以 都可以用它 切成小细片 大家注意就是处理的时候 这时候有时候这个地方很老 嚼不烂 虽然纤维很烫 嚼不烂 咱们就是给它消掉一点 金针菇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好像嚼起来 好像很难嚼碎 有诀窍 是吗 对 因为金针菇吧 它这样的 你看 它这一节其实你是吃不了的 很老 就老的嘛 老的你要把它切掉 只要嫩的这一块 而且金针菇它这个肉啊 特别的细嫩 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吃 有的又把它叫成一质菇 所以它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成分 应该嚼得嫩吧 我一掐就断了 还是很嫩的啊 你看 你看我擦到这 擦到什么样 哦 擦到老的这头 你看这样的 这个就擦不动的 当然你试试看 擦不动的就不能要了 哦 但是这一头 对 这头都是嫩的 所以干脆从中间开始截 这一刀 是吧 三分之一的 浪费就浪费了 不是浪费 三分之一的地方 截一刀 茶树菇 茶树菇其实也跟它有点类似 但新鲜的我觉得真没见到过 有南方有南方 炖汤的时候会卡着 南方有 这个也会用来烧肉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买比较 比较小的 这就是新鲜的 哦 这就是新鲜的 这本身就是新鲜的茶树菇 如果是干的话 它就变得很细茶 很细 你看 咱们挑这个蘑菇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掰一下 你掰的就掰不动的 地方一般都不要 各种蘑菇齐上阵 专家为您来指招 怎么吃最健康 这个蘑菇吧 你要赖烦 不用冷水清洗干净 然后上增地开水 去给它煮开了 然后用热水要泡三个小时 名贵药材灵芝冬虫夏草 也是蘑菇 听专家告诉您 它们的神奇功效 为什么可以起到药的作用呢 你看啊 它能够有抗脂肪的作用 抗衰老 防止神经系统的疾病 今日健康话题 军菇里的健康秘密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猴头菇 我们拿过来一起 这两个贵的 这两个在食用方面 怎样去保证营养 同时的话又好吃 它是靠那个枯竹的 长在竹筒里边 竹筒里边 它是靠它来 做分解这个竹的一些 纤维啊 木子素啊 所以呢 它的价值呢 就比较高 而且它比较有鲜美 大家就是泡发以后 一定要把这一头啊 搅掉 因为它就是不太好吃 这个头是嚼不烂 不太好吃 然后最多的呢 最多的时候呢 就是用来开汤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 对 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竹筍 椰子 鸡啊 这道菜挺不错的 这你还真会吃 你看 因为我们经常吃这个 不是 为什么 对了 我特别推崇你 这个它竹筍 椰子 鸡 你看 里面有椰子是植物 鸡啊 是荤菜啊 一荤一素一菇 你都包括了 是吧 我觉得每天我要吃菜 就是每顿 一荤一素一菇 好 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个非常名贵的 红红乌乌了 这是最难的 最难的啊 这个 没吃过就 我倒是吃过 如果你没有耐心 你不会烹调 就做出来 这个怎么吃吗 这个 味同嚼了 苦苦的 一点都不好吃啊 这个怎么吃吗 打成粉 打成粉也是 我教大家一招啊 这个蘑菇吧 你要耐烦 不用冷水清洗干净 然后上蒸蒂开水 去给它煮开了 然后用热水 要泡三个小时 要泡到什么样呢 刚才泡泡 拌开了一个 你看 要泡到这个白心 都软烂 如豆腐 就烂得如豆腐一样 如果你没泡开的话 你再用肉汤去煮 这个是煮不开的 而且泡完以后了 它有的这个猴头菇啊 它本身有一种苦味 所以你烹调的时候 你要用一些葱啊 姜啊 蒜啊 你最好是能调出那个 像 蟹味的感觉 这怎么是药味呢 它有药味 是的 而且还有苦味 猴股肚肚肚肚是可以入药的 可以入药的 你说的没错 它为什么可以入药呢 中医认为它有什么 合中养胃的作用 你看 好多有上猴肚片 中药里面有一种叫猴肚片 对对对 猴肚片它就是就起到这个 治疗胃肠疾病的作用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同时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这样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养生商城 在这里有供您选择的 各种养生食材 为您养生保驾化 好了 这就是老师给我们展示的 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 食用的菌类 食用的蘑菇 希望能够让你的胃口好起来 当然除了食用菌类之外 还有些药用菌类 老师坐下来 给我们细细分享 好 何老师 那除了食用真菌之外 还有药用真菌 您给我们简单讲讲 有啊 我给大家 给你看一下 这是啥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黑乎乎的蘑菇 这是野生林芝 哦 仙草 你看还带着泥的呢 对的 仙草 这个东西呢 又被称为林中针 就是林子 长在林子里的珍宝啊 它还有好多好多的作用 因为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你看它富含氨基酸 还有小分子多钛 蛋白质啊 这都是一类的 还有呢 多糖 林子多糖 有一些铁类的营养成分 还有呢 麦角栽醇 为什么可以起到药的作用呢 你看啊 它能够有抗肿瘤的作用 抗衰老 防止神经系统的疾病 调节血脂 加速你的微循环 调节人体的 机能的平衡啊 还有增强你的免疫力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呢 久病的人 身体脂弱的人 都会想到什么 吃灵芝啊 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吃点 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也可以增强一些免疫力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呢 东虫下草啊 这都是属于明贵的 增菌类的 可以药用的 当然还有 刚才我们说到的 可以温中养胃的 这样的猴头菌等等 养生小贴士 何老师告诉我们 猴头菇有温中养胃的作用 但是比较难处理 干猴头菇需要用开水 泡制软烂如豆腐 才能进行烹调 否则会有硬鲜 灵芝其实也是菌菇的一种 富含灵芝多糖 贴类等营养成分 对抗肿瘤抗衰老 增强免疫力 有一定的功效 菌菇营养丰富 但也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多食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今天这一集讲下来 你说的从来都是 蘑菇啊 菇类的好处 难道就没有什么人 不适合吃吗 有啊 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说 适合所有的人吃 当然蘑菇是食品嘛 就是它不可能会有什么 毒性作用 除了是有毒的蘑菇以外 比方说有一类人 怕什么 怕飘零 什么人 尿酸高的人 痛风的人 痛风的人 蘑菇之所以鲜美 它是含有很多的 鲜美的氨基酸 我们都知道这个味精 它主要是果胺酸辣 是吧 果胺酸高 它就鲜美 蘑菇里面它还有什么 飘零比较高 也是这个东西好吃的原因之一 如果你有痛风 或者是 卷尿酸已经很高了 还没表现出痛风的人 建议呢 这个蘑菇呢 就适量地吃一点 潜藏折质 别吃得太多 比如像我一样的 我是 几乎是每天都要吃蘑菇的 像你已经 就是 有这个血液酸高了 偶尔尝尝也就行了 是的 那在这里呢 老师也是建议 电池机前的您 其实大多数的菌味呢 都是非常的鲜美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除了个别的 一些痛风患者 您的这个尿酸 比较偏高的话呢 建议您少食用菌类食物 再次感谢老师 做客饮食养生会 谢谢您 那说到了这个食用真菌 当然民以示威天 吃出美味来 看看我们的大厨 在我们的后厨 做出了贼 多种菌菇 汇聚养生厨房 看大厨如何 鲜上加鲜 做出养生美味 这几种蘑菇混在一起 这不出难题吗 大杂烩 多鲜呀 鲜上加鲜 那咱们今天就来一道 蒜烧香菇怎么样 好啊 我刚才这一看这么多蘑菇 我跟你说 你知道什么 我最喜欢的食材之一 我也是 就是这个蘑菇 煎着吃 烤着吃 涮着吃 煮着吃 都没问题 所以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们 带来一道 关于蘑菇的菜呢 没错啊 今天呢 咱就用这个杏鲜菇 做一道 对等等 光这个杏鲜菇 我觉得不太够 像我这么爱吃蘑菇 我觉得我得 多给您找点食材 如果加上这个茶树菇 跟口蘑菇 会不会就更鲜美 味道更足了呢 我跟你说 就这个茶树菇啊 也是我最爱 怎么吃它都好吃 是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另外呢 这个白蘑 也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食材 但是这几种蘑菇混在一起 这不是出难题吗 大杂烩 多鲜呀 鲜上加鲜 那咱们今天就来一道 蒜烧香菇 怎么样 好啊 那所有的蘑菇都在这儿呢 先记得要简单的一个处理 杏鲜菇 改刀就直接给它切成这个零星块 就可以了 蘑菇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 它可以抑气强身 去病空气 可以抑瘦 有很多种功效 而且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 抵抗力和免疫力 那这个蘑菇呢 简单的一个处理 杏鲜菇下锅之前 一定要有一个小妙招 我每次都是直接炒啊 难道之前还有别的处理吗 如果蘑菇您直接下锅的话 这个杏鲜菇它含有一定水分 那你总会发现 你做出这蘑菇啊 老是水塌塌的 对对对对 是吧 所以呢 一定要提前要用一些盐 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 那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让这个杏鲜菇 它有一个涂水的过程 你再去烹调 那怎么做 它也不会出水 也不会水气很重 每次炒的时候 就一定要等 把那个汁全部都要收进去 感觉水分特别多 是 那这个 杏鲜菇 也是顶刀切段就行了 另外这道菜呢 我给它搭配的是什么 是大蒜 蒜子 那这个蒜呢 咱们就用整半的蒜就可以了 好 杏鲜菇腌制之后 给它拌匀 那筋皮玉米油 那这里边呢 首先要八角 放入两颗八角 低油温就可以了 大葱 大葱 大葱不要多 有两块就够 蒜 这会儿就可以下锅了 今天做的是一个蒜烧的 所以呢 这个蒜 相对来说这个量呢 可以大一点 可以多一点 如果大家呢 想把我们养生厨房的新鲜食材带回家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养生商城 挑选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优质健康食材 好 大蒜呢 逐渐呢 开始上色了 这会儿就可以放入 白膜 白膜一整个下锅 整个就可以了 嗯 杏鲜菇 同样下锅 下锅 当然了 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饮食养生会的微信公众号 和官方微博 在上面您可以看到 我们每天与您分享的养生菜谱 同时也可以上传您做的养生菜图片 等这蘑菇呢逐渐呢 开始上色 金黄色了 像这种金黄色了 嗯 那这会儿 最后的一种菇 茶树菇 茶树菇 就下锅了 嗯 那这会儿 蘑菇基本上已经煎好了 需要一个简单的调味 调味 加一些蒸鱼豉油 啊 蒸鱼豉油 少许的头油 一勺 两勺 嗯 就是要放一点白糖 一点白糖 核胃增鲜 更鲜 然后咱再加上适量的清水 小半勺 小半勺的水就可以了 生抽 调一下颜色 进行一个简单的烧制 最后呢 可以稍微用一点点的水淀粉 勾一下汁 把它的芡汁给它收浓 哇 我已经把盘子准备好了 就等出锅了 就目前这个菜 我觉得你要派上一碗米饭 派下饭了 好了 关火 起锅 蒜烧香菌 一 杏鲍菇切块 用少量盐腌渍片刻 同时茶树菇切段备用 二 起锅 将八角葱段 蒜下锅冰箱后 依次下入白膜杏鲍菇 煸炒至金黄色 三 下入茶树菇 同时用蒸鱼豉油 蚝油 白糖调味 倒入少量清水 大火收汁后盛出 一份鲜香美味又养生的 蒜烧香菌就完成啦 现在我特别想叫一碗米饭 其实做法很简单 你看 预备的食材 也都是家里面常用的这些食材 只是在做法上 您稍加用心 就可以得到 意想不到的美味 而且调味呢 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点蒸鱼豉油 再加上一点蚝油 一点点的生抽 这菜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蒜子香菌 您学会了吗